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人工智慧AI的军备竞赛正从晶片设计延伸至后端封装 根据摩根士丹利日前发表的研究报告预测称 2026年全球COS晶圆总需求将达100万片 台积电将以压倒性优势主导产能分配 成为这场先进封装战的最大赢家 报告指出2024年全球COS晶圆总需求仅为37万片 但在2025年将增长至67万片 并将在2026年坍生至100万片 年增长率达40%至50% 其中台积电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愈发关键 预计到2026年底 其月产能将由2024年的3.2万片提升至9.3万片 年产超过110万片 预估AI相关收入在2025年将占到台积电总收入的25% 使其成为这轮AI浪潮中确定性最高的受益者之一 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对2026年COS产能分配进行了详细预测 其中 辉达NVIDIA在2026年对于COS晶圆的需求量将高达59.5万片 占全球市场约60% 在这当中 约51万片COS晶圆将由台积电代工 主要用于辉达下一代Rubin构架AI晶片 所需的COS先进封装技术也成为关键 据此颓算 2026年辉达晶片出货量可达540万颗 其中240万颗将来自Rubin平台 辉达同时还委托封装大厂 MCAT与日月光分担约8万片产能 对应Vira CPU及汽车晶片等产品线 AMD预计在2026年获得10.5万片COS晶圆 占据整个市场约11%的份额 其中 8万片将在台积电生产 用于其MI355和MI400系列AI加速器 博通预计在2026年的COS总需求约为15万片 占据整个市场约15%的份额 其中 大部分产能14.5万片在台积电生产 主要用于为Google的TPU Meta的客制化晶片 以及OpenAI的专案代工 另外 亚马逊云端服务AWS 也国合作伙伴世新电子Lchip 预定了5万片COS晶圆 Marvel也以为AWS与微软设计的客制化晶片 预定了5.5万片COS 联发科则为Google的TPU专案 预定了2万片COS产能 在此背景之下 据海外媒体WCCF Tech在7月底的报道 市场消息传出 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 在美国计划建设的首座先进封装厂 最快将于明年动工 预计2029年前完工 台积电此前已经宣布 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将在原来的三座先进制成晶圆厂基础上 追加建设三座尖端制成晶圆厂 两座先进封装厂和一座研发中心 其最新的报道还称 台积电在美国计划建设的首座先进封装厂 也将落脚于亚利桑那州 目前已有承包商开始招募 CoOS设备服务工程师 该封装厂将负责生产 CoOS及SOIC及COW等技术 针对如辉达Rubin AMD Instinct MI400等新一代晶片 而设计的封装方案 而后段的OS及Unsubstrate 预计将为由AMKER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 台积电大客户AMD执行长苏兹峰 近期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指出 从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厂取得的晶片的成本 比台湾生产高出5%至20% 但他认为这笔额外支出是值得 因为能分散关键晶片供应来源 他们必须考察供应链韧性 这是大流行带来的教训 目前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首座4nm制程晶圆厂已于去年底量产 但是目前台积电在美国并没有配套的封装厂 这也使得台积电在美国生产的晶片 仍需要运回台湾进行先进封装 虽然台积电已与美国先进封装厂 AMKER搭乘合作 AMKER也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 新建配套先进封装厂 但要等到量产还需要时间 并且该封装厂的产能 也无法满足台积电美国晶圆厂的需求 因此台积电在美国自建先进封装厂 以分散供应链风险和回应美国客户的需求 三星电子作为台积电的竞敌 虽然这些年落后较多 但据韩国经济日报Hank Young报道 由于三星与特斯拉达成总价值165亿美元的 晶片代工合约 三星正准备对美国追加70亿美元的投资 以便在美国建立一座半导体先进封装工厂 不过三星并不是唯一一家 预计将向美国追加数十亿美元投资的韩国公司 SK海力士也计划在美国建立先进的 DRAM工厂用于HBM生产 以满足辉达等主要客户的需求 这些投资都是韩国代表团 为确保与美国达成更好协议 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韩国经济日报还指出 三星董事长李在荣日前确定访问美国 当时为的就是参与韩媒的贸易谈判 因此这家韩国巨头在谈判期间或谈判结束后 正式宣布这项增加对美国投资的计划 毕竟这一投资也将成为韩国在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的筹码 另外三星早在2021年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泰勒市 Taylor建一座5奈米晶圆厂 虽然面临当地的通膨 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上涨等挑战 使得该晶圆厂的投资额增长到了170亿元 整体的进度也持续延绕 今年4月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 三星计划在此前已经宣布的对美国投资170亿美元的基础上 在兴建一座新的先进制程晶圆厂 一座先进封装厂和一个研发中心 使得总体的投资金额达到约440亿美元 不过随后的消息称 由于经济放缓和缺乏客户 这一投资削减了数十亿美元 然而随着三星成功拿下特斯拉 高达165亿美元的晶片代工合约之后 极大的增强了三星继续在美国投资的信心 三星电子在7月底送交的相关文件中宣布 已签署价值165亿美元的晶片代工合约 而该合约相当于三星2024年营收的7.6% 三星表示 该合约已于7月24日生效 有效期至2033年12月31日 虽然三星未披露具体客户名称 但业内人士猜测 该客户很可能是美国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 随后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因此为了在当地完成主要的制造流程 三星突然计划对美国追加70亿美元的投资 以便在美国建立一座半导体先进封装工厂 这意味着三星有望将加快推进其位于美国德克萨斯泰勒市晶圆厂的量产 总体来看 由于目前美国还没有任何高级的先进封装厂 而台积电计划在美国建设的先进封装预计要等到2029年左右才可能量产 因此 对于三星来说 尽早在美国建立先进封装厂 将有助于三星提升在美国晶圆代工市场的竞争力 可以更好的与台积电竞争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